公共電視 他們都說我們長得很像 因為我們寄給他的是有型的金錢 他給我們的是無型的東西 甚至會超過金錢 請聽第三種聲音 歡迎收看NGO觀點 我是紀慧榮 其實這一次日本強壯海嘯 台灣發揮了非常大的愛心 捐款超過40億台幣 其實台灣早在海外 已經種下愛的種子 那我們首先來看 到底我們台灣在越南做了些什麼 拆著禮物 有書本 手套 裡面更多的是台灣滿滿的愛心 你還記得這樣的小雲嗎 她從小背上長著巨大的腫瘤 導致下半身癱瘓 由於家裡貧困 就背著這顆瘤 承受著外人異樣的眼光 直到2003年底 透過台灣愛心捐贈人的幫助 小雲來台開刀切除了腫瘤 還一圓上學夢 小雲的手很巧 喜歡縫製衣服 現在在一家職訓中心學刺繡 兩個月就上手了 連老師都誇她好聰明 小雲在比較認真的小女孩 上課的時候非常認真學習 跟小朋友交流都是很好的 小雲展開了全新的生活 雖然坐在輪椅上 但生活自理不成問題 原本想當設計師的她 現在把天分發揮在設計刺繡的圖案上 人也變得更開朗而有自信 刺繡的過程中 她也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 希望能夠成為一個畫家以及設計師 之前是小雲沒有上學之前是 沒有現在那麼樂觀也沒有那麼自信 那小雲上學之後是 她的自信力越來越強 過年前一直照顧她的藍嬰 懷孕待產 小雲還慢慢推著輪椅過去探望 讓藍嬰非常感動 我是小雲就帶著兩個朋友一起來推著輪椅 大概她要走快要三個小時才到我家 有沒有想過要交男朋友 小雲只是腼腆一笑 台灣的善心和愛心 讓一個原本悲慘的生命有了巨大的轉變 有了不同的命運 小雲特別寫了兩封信給曾經照顧她的台灣友人 楊榮榮和韓士寧 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再來台灣 再次說聲感謝 好 看到小雲的故事 我想大家記憶有心 如今她已經是挺挺鬱鬱的少女了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跟我們一起來與談的人 首先要介紹的是 至善基金會的執行長 洪志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是至善基金會的常務監事 甘學宇 甘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有兩位認養人 而且非常有愛心 而且持續認養 一位是吳偉誠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一位是蘇孟如 大家好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小雲的故事 是八年前 她因為台灣捐款人的愛心 讓她協助到台灣來開刀 如今她已經是挺挺鬱鬱 當時才14歲 現在22歲 所以我想問一下自己 當時是你們至善基金會 幫忙做這個橋 所以你們是怎麼樣的狀況 讓她到台灣來 然後她又怎麼樣 事後你們怎麼協助她 因為至善長期在越南 有推動一個醫療角質計劃 那針對越戰之後 產生了很多畸形兒的部分 那我們在篩檢的過程 發現這個孩子特別 然後當地的醫療團隊 沒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當時醫生都已經跟小雲講說 就沒有辦法治療 而且可能就要準備幫她辦後事 那在那個情況之下他們我們的醫生就建議我們 然後說看能不能把她帶到台灣來 那台灣醫療評估之後覺得可以做 我們就帶過來 那也很幸運的成功帶她走出家裡面 所以她是背上是為什麼有一顆大瘤 她這個是一個神經的一個基柱膨出 然後那她這神經上有一個小洞 然後變成那個神經一直 脊椎上有一個小洞 然後神經就就膨出來 變成一個很大的腫瘤 那這個是台灣在我們後來是很感謝長根的那個神經外科 那協助我們那幫她完成這個手術 這個手術是蠻困難蠻危險的 因為她已經長得太大 已經長太大 如果在小時候有處理就不會這麼樣的 對一般來說是她如果是在台灣如果發生 因為這種在新生兒是會發現的 那如果你發現後及早做處理的話 她就會像正常人 可是小雲因為已經拖太久 然後那個神經也壓迫到她的走路啊 泌尿系統都受到影響 所以其實我們那時候在台灣來做第一次手術 後來回越南還補了第二次的小手術 協助她把那個泌尿系統 她後來常常容易感染 然後這方面事情都在做一個處理 那感謝現在都已經完全恢復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一片 她現在就是在學刺繡 然後有夢想要成為設計師 所以現在已經八年了嘛 已經22歲了 挺挺欲力 而且長得很漂亮 她現在怎麼樣 對啊 因為第一年 我們社工員發現她的時候 社工員問她說她的願望是什麼 小雲那時候願望很單純 她說我只希望能夠有一天到外面走一走 然後後來到了台灣 她已經是喜出望外 等到開完刀的時候 她的願望都改變 她說我希望可以去上學 那等到上學 她發現她真的可以上學的時候 你們實踐她去上學 對 然後她的願望又改變 她覺得說她開始畫那個跳舞的小女孩 她說她希望她可以做設計師 服裝設計師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孩子在透過一個有效的援助的過程裡面 她從一個人生的一個暗淡然後走到有希望的一個位置 其實我們覺得是很開心能做這樣的事 所以當時是結合了台灣的愛心 協助這位越南的小女孩 但是越南的狀況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越南有很多身心障礙的朋友 因為戰爭 然後化學毒素的一些侵害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貧戶的比率大概佔全國大概有15% 這是很高 然後佔那個殘障的人口 大概有350萬的殘障人口 然後佔總人數是6.4% 那兒童就有差不多100萬 那中部的期刑就有5萬 所以我想問一下甘老師 為什麼越南這個比例會這麼高 然後這個狀況到底是為什麼而來的 主要還是戰爭的關係 所以就是那些化學殘餘毒素在身上 在那個草地裡面 所以這個什麼呢 大家吃了那些東西 還有受到等於說污染嘛 就現在的這個環境 這個問題嘛 那個環境 生長的環境很差 所以生下來就已經有很多畸形兒了 是是是 所以剛剛特別提到說 你們基金會在越南 又幫助他們的醫療計劃 你們是怎麼做的 在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很多的那個基金 沒有很多沒有募到很多款 但是最初期我們就提供一些醫療用品 譬如說什麼針酒器材啦 或者是眼藥膏啦 或者是這個什麼呢 那個體溫劑呀什麼什麼的 那後來這個因為我們協會 裡面有這個現任的董事長 也是我們早期他就已經參與我們這個協會組織的 就有一位原醫師 所以他就覺得越南既然這個什麼呢 這麼多畸形兒 這麼多殘障的孩子 所以他就這個什麼呢 積極的就說我們再給他更多的醫療援助 所以說像最早有幫阿福想要做矯正 對阿福的case也是很有名嘛 就是因為這個做了阿福 就引起了大家的這個同情心 那時候就募款就大批的湧來 所以我們就也就這個什麼呢 越做越這個就說 大家就好像鬥志昂揚這樣子啦 所以你是從創辦開始就一直參與了 那你也是一個退休的老師 對對對 真的讓人感動 因為其實台灣的愛心 還有台灣的深度計畫都是非常重要 其實越南是一個戰亂 然後當時他們的戰爭 也讓他們的國家很多的苦難 那也變得經濟上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經濟狀況 其實他是在中南半島的東側 就在這個我們紅色的這一塊 這個長條形的 那全國的人口大概8700萬 那他們的土地大概是台灣的9倍大 可是人口大概只有台灣的3倍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 他們的年政府 1990年的時候政府有開放改革 從社會主義開始開放改革 那現在呢年平均 就是一年的平均所得是1000美元 其實1000美元折合台幣大概只有 3萬多一年喔 然後中部才700美元 那主要的族群是金竹 還有雲橋還有八竹的 所以我再來問一下 智姐你看到這個 其實他們的年平均所得 真的比台灣很多 台灣大概一年大概有一兩萬美元 對不對 那可是他們就是差不多十分之一 真的很辛苦喔 對 那你看到中部將近700美元 可是我知道你們選擇的是中部 中部是不是還有更更糟糕的 事實上在中部 我們其實幫忙的還不是一般的 我們是幫忙越南中部的貧戶 那如果以他們的篩選貧戶的標準喔 那他們是在都市裡面生存的 大概一個月是14塊美金的收入 月收入 那一個月才14塊 也就一年大概不到150塊美金的收入 那在鄉下更低 他每個月是10塊半的美金的收入 所以大概也是不到120塊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水平 經濟條件跟台灣的落差是非常的大 所以你們特別不選在那個大都市 就是胡志明市 故意選到那個中部去對不對 是 其實我想也是一方面是你都會知道說 你要找到最小的兄弟 然後最困難的地方去協助他們 一方面大概也是智善很小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用微薄的力量 但是希望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 所以我們就開始選擇在越南 做了三個主要的計劃 那第一個呢是 我們剛開始就是從兒童之家 開始就做孤兒院 然後之後呢 現在 然後之後我們就做了孤兒院外的 這些助學的計劃 大概整個幫忙3000個小朋友左右 那另外在醫療計劃呢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 每一年幫忙大概100到200個小朋友的醫療角質 所以目前大概幫忙了1600個孩子做醫療角質手術 對 哇 所以你們也有做助學計劃 還有醫療角質 對 哇 真的是很棒 那但是我們這邊有一些愛心的助養人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問一下 你們怎麼認識智善 然後為什麼又要去做這樣的助養 那我個人是因為自己先自費旅行到越南去 那看到那邊的一些景回來有一些想法 那透過網路我找到了智善協會 那時候是協會還不是基金會 那但是這個協會比較特別的是說 他在當地他有設一個辦事處 一個辦公室 那這樣的話我是覺得他會比較深入 而且他辦公室的人員就是越南當地的人員 所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組織一個架構是比較可以信賴的 那我就開始有跟他們有一些聯繫之後呢 知道他們有一些方案在推動嘛 然後就開始 就是開啟了我的認養的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已經幾年了 七年左右吧 七年 那我們問一下孟如你幾年了 我大概有十年 哇十年 所以你是從哪時候跟智善結緣 最主要就是那時候阿福的那個事件 它非常大的報道 那我也看了一些雜誌然後報章 我就覺得這個協會真的很有心 然後它又不是很高調的協會 它非常低調 很扎實 尤其這一次跟著他們去 感受非常的豐富 是 就這樣的機緣 所以你每個月都做認養捐款 固定捐款 是我第一次去 對 每個月固定 對 已經十年了 是 其實台灣人真的是我很感動 因為在做這樣的東西 他並不是說我一次捐款很多 像這次日本的海啸 台灣是全球捐款最多的國家 可是我們台灣不只是有這樣 而且還有做深度的 就像越南這樣的一個計劃 那剛剛那個洪執行長特別在談說 他們的越南的救援計劃 有包括平同助學計劃 還有醫療角質計劃 另外還有兒童照顧計劃 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就是他們在越南所做的一個助學計劃 這是一支特別的隊伍 一路風塵仆仆輾轉12小時 跨越2000公里來到越南順化 孩子們今天穿得好整齊 戴著期待的眼神 等著熟悉卻又陌生的親人上門 這是他們的任養爸媽 李爸爸準備滿滿一袋的文具 要給茶妹 鼓勵他好好用功讀書 與爸爸與媽媽 也和任養兒子阮友盒合照 越南曾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貧富差距非常大 當年飽受越戰摧殘的中部地區 教育資源嚴重缺乏 從1990年改革開放以來 當地進步的步伐還是很慢 15年來 台灣的善心人士透過了NGO團體 來這兒資助孤兒院跟幼兆中心 灑下了善的種子 你好漂亮好乖 小小好高興 拿出自己畫的圖 歡迎韋爸爸 德山兒家是佛教團體 收容了160名的孤兒跟流浪兒 經濟一直很拮据 除了德山 順化當地一共有17個兒家 總共收容了800多名的兒童 都同樣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 順化這邊經常發生洪水 還有天災 而且最近發生很多疾病 這些都引起到 海童的父母親死亡的重要原因 教室的桌椅雖然不是最好的 卻最溫馨 小朋友的鞋子排得儘然有序 環境常保清潔 這裡我們會收容那些 比較有死亡的危機 那對於那些沒有父母親 但是還有親人可以照顧 我們這邊都不會收容 兒家大門常開 經常會在門口發現棄兒 有的智能不足 有的是貧窮人家沒辦法撫養的 兒家成了這些孩子們的歸宿 有的是盲童 有的是自逼兒 有大姐姐幫忙餵食 這裡不時有外國人來參訪 适時的提供援助 折翅的小天使中最小的只有一個半月 世界是不完美的 兒家收容的不健全的孩子在鏡頭外 他們無法出來迎接任養人 一樣受到妥善的照顧 當晚因為台灣任養人的到來而加菜 現場不時出現了小姐姐抱著小妹妹 這種孩童之間互相照顧的場景 豐盛的素菜讓孩子們吃得津津油味 捨不得放下湯匙 那孩童就像一盒小書 我們就原理作為分生的營養 那給這小盒書著裝的生長 參訪的另一天 我們改做小巴 探訪廣復的幼兆中心 地方交通不便 校長擔心我們迷路 特別來引導 來到當地的祠堂 一旁破舊的老房子讓人以為是廢棄屋 但是兩年多前 幼兆中心還沒蓋好 學生就是在這裡上課 這個舊江州2008年前是一個村的辦公室 然後接給我們幼兆照顧中心使用的 各位可以看這是小朋友上學的椅子 然後上學的配板 那這個江州是有兩個用頭 一個社區的辦公室 然後社區住民開會的時候 小朋友就得停學 牆上掛著越南國父胡志明的照片 是愛國教育的重要圖騰 也是房子內擺設最好的東西 廣復幼兆中心有七成的資金來自台灣的愛心捐助 當地政府投入三成 廚房很乾淨 設備也不差 阿姨們正準備玉米 甘蔗這些點心要招待貴賓 不只廚房 還有電腦教室 讓孩子們能玩一些簡單的遊戲 訓練邏輯能力 瞧他們 每個都說好玩搶著要操作呢 牠們目前的圓圈就是能蓋蓋了教室 讓孩子能有足夠的教室來上學 一樣是歡迎的場合 廣復一號小學的鼓隊 鼓打得特別的響 老師教唱遊 特別準備了一首歌 歡迎台灣來的貴賓 台灣人的另一個愛心成果 是在這裡建立了當地第一間的愛心閱讀室 閱讀是通往成功的路 是人生脫貧的機會 愛心閱讀室 我們學校主要是解讀學生 啟發他們的愛讀書的活動 台灣人的愛心奉獻 在異鄉漸漸開花 這是另類的台灣之光 我們剛看到這個智善基金會 在越南長順 就是順化這個地方 他們所做的一個助學計畫 其實順化地區是一個比較貧窮 而且是在中部的 他們一般大概平戶比是14.7 可是在順化15.1 然後大概將近一百萬的人口 就有15.1 這樣的一個比例 是真的是很貧窮 就是15萬人左右嘛 所以你為什麼特別會做教育 而且是平同 然後他們的助學計畫呢 其實是台灣經驗 因為台灣的發展 我們過去NGOK的發展 是因為政治跟經濟 它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我們人民有一定的幸福感 然後我們可以做 然後公民社會站起來 可是這樣子的經驗 就是台灣的家長很重視教育 那個是我們的經驗 後來拿到國外之後 我們就看說 在那麼的落後的情況之下 大概就比台灣大概早年 大概50年前的那個鄉下的狀況 我們的成功經驗是什麼 就是靠教育嘛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 大家我想那個就是那個想法 我們就是還是要靠教育 來協助這個越南的發展 確實 甘老師 所以你們至善在越南 這個長順這個地方 所以你們到底是怎麼樣開始去做 因為真的很難 因為我剛剛看到裡面的老師 他們有人會說中文 有人是不會 像那個法師是不會 是有翻譯的 所以你們怎麼樣去做 這個就是說千里因緣現遷 這個因緣是沒有女子旁的 所以最早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一位越南的師父 佛教師父 善善法師 他對越南人他是 真的是充滿了愛心 那他發起要成立這個協會 那我們台灣人當然也就立刻響應 所以幫著他去申請立案 讓我們協會成立 那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有這麼好的一個引路人 他非常瞭解越南當地的狀況 所以其實剛才的德山孤兒院 是十幾年前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開始幫忙的 所以你們在那邊也設了辦公室 就是當地的我們請了一個中文系畢業的越南人 就是剛才的黃仲氏 那他很有愛心 他願意來做事 紅海挖他都挖不去 紅海現在在越南投資 他不願意他堅守這個崗位 再更高興還是要留在你們這邊 所以他願意一直做下去 那我們在那邊當然就說最早的時候只有兩個孤兒院 幫他們就說給他們一些營養補助費 是不是 那到現在這個孤兒院又幫他們蓋孤兒院 是不是 幫他們訓練老師 這樣一步一步也是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 一步一步就做了 不過我很想請教 因為台灣也有很多的NGO 就是很想做國際的一個事工 然後在去的時候 其實都知道說真的要用當地的人在當地生根 而不是台灣的人派過去 那個文化都會有很大的差距對不對 所以你們是不是就決定用當地的人 然後就是金錢上的協助技術上的協助 因為要怎麼生根很重要 其實它是有一個過程 因為我們剛開始都只是做計劃 就是外國人不能在那邊有工作許可 所以我們光是從那個地方開始 然後大概八年之後 智善在那邊工作了八年 我們才得到同意設立工作站 這個是一個民間跟政府之間 要怎麼樣得到那個真實的信任的過程 那我們跟越南沒有邦交 所以等於一定要靠一步一腳印 他一直跟著我們 看著我們做什麼到他同意我們在那邊設站 設站的初期 我們還是派了一個台灣的 很有經驗的Worker過去 那透過他在那邊很努力的工作 就是剛剛影像裡面有講到 韓世寧 韓姐 那他在那邊工作了五年 然後就等於說把整個制度都建立起來 然後找的人都是越南當地的 然後又會講中文的人 就這樣一步一腳印 把他整個等到他完成的時候 在工程升退 他現在回到台灣退休了 那可是越南工作站已經穩固了 他就可以繼續運作 目前現在有大概十個工作人員在那邊 其實你們的經驗 真的可以給台灣很多的NGO就是一個學習 因為如果我們要把台灣的愛心送出去 而且能夠在當地生根 我想你們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是 很拼欸 很拼的 你要不要講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我想基本上三個要件 一個是管道 就是你怎麼樣跟政府建立那樣的信任關係 這彼此信任 然後到最後我們今年還拿了他們中央外交部 給我們的友誼獎章 那這個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呢 應該還是經費 這就是要台灣的這些愛心的捐款人 是他們長期的沒有放棄 然後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是大家很無私的那一個 奉獻的那樣子的一個心 讓我們可以有這個後援可以去做 那第三個當然是工作站 必須要建構自己的能力 就是說對於NGO來說 怎麼樣有效的 治理的能力 對 有效的執行 然後我拿到的資源 然後能夠按照我們的目標去完成 我想這三個都需要很大的力量去完成 不過你剛特別提到經費 我就想請教一下 你們把台灣的這些愛心 要送到那邊去 大概有多少錢 已經這樣一直持續在送過去 剛開始我做的時候 我在置善十年 那大概那個時候 越南第一年的總預算 大概二十五萬美金左右 那現在已經成長到五十五萬美金 這樣子 對 可是這個在國際上面還算小的計畫 就是其他外國的機構 如果有政府在後面支援的 大概都一百萬美金起跳的 可是我們就這樣慢慢做 然後做小初期的時候 我還聽那個 那越南的外交官員 就是私下 他還講說 智山又來煩我們了 那麼小的計畫 這樣子 可是到現在他們到改變態度 願意這樣子每年頒獎狀 肯定我們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就是大家的努力 因為我知道 像在越南柬埔寨這些地方 就有很多國際的組織進去 而且都是占得非常重要 甚至他們的經費補助 一年都超過上百萬的 那可是你們就是一年 大概一千多萬台幣吧 上到那邊去 那可是這個也得到 當地政府的肯定 我覺得非常的不簡單 也很值得我們來學習 待會兒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要繼續談 到底這些任養人 怎麼樣認同 而且願意去做國際 這樣的一個事工 看到很多台灣看不到的東西 有去孤兒院 看一些可憐的小朋友 我是幸福的要珍惜 大家好 我是洪榮洪 星期天晚上七點鐘 歡迎大家收看 音樂萬萬歲 大家好 我是勇為仁 大家好 我是莫凡 我們凡人二重唱 將為大家帶來最好聽的歌曲 周日晚上七點鐘 歡迎大家收看 音樂萬萬歲 對 好 阿楠萬萬歲 好 阿楠萬萬歲 好 我喜歡 好 阿楠萬萬歲 好 阿楠萬歲 人比風吹雨落 在地发生的新闻 都在Pepo公民新闻平台 湾的任养人每到一个地方 都受到热烈欢迎 因为他们真心付出 看看这些小人物的爱心故事 徐丽菲的月薪只有两万出头 她的生活很简单 自己卤的一小锅榨菜肉 就可以吃一个礼拜 省吃俭用就是要捐钱 给任养的三名子女 其中陈世清新是她的越南女儿 已经任养五年 徐丽菲开始学越南话 想和女儿直接沟通 多倾听小女孩的成长心声 已经上高中的清新 送给台湾爸爸一条手边围巾 让人觉得好窝心 我觉得有时候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他们 反而是他们在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寄给她的是有形的金钱 她给我们的是无形的东西 甚至会超过金钱 在这次越南顺化型当中 年轻夫妻陈永鑫和陈怡珍 特别带着两个孩子同行 陈永鑫是组科工程师 平常工作很忙碌 但是她乐在其中 妈妈怡珍是SOHO族 在家里接Case 好方便雇小孩 夫妻两个很重视孩子的生活和教育 觉得应该及早让孩子去另一个 比台湾穷困的国家看看 想让他们看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小孩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眼睛没有看到 所以他们很难体会 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富足 两夫妻也想多任养一个越南小孩 用神教告诉孩子 助人为快乐之本 帮助他们慢慢地在阅读上面 或是小朋友在就学方面 都有很卓助的一些成果跟效果这样子 也收一些东西给他们 比方说玩具 同样带子女同行 吴伟晨也想让女儿有所体会 吴伟晨是退休工程师 六年前开始资助越南助学计划 这些年来陆续任养了好几个孩子 孩子们寄来的赫年卡信件 都是美好回忆 女儿吴一安今天特别穿上了越南国服 欢迎我们来访 小朋友他如果多看了一些不同国家的人文 他未来整个心胸 还有那个气度 我相信会不大一样 看到很多台湾看不到的东西 有去孤儿院看一些可怜的小朋友 我是幸福的要珍惜 经过了这趟越南行 吴时峰夫妇感动很深 回来后立刻加码 任养了五个平童 他们开锅贴店 吴时峰的锅贴功夫可是一流 吴时峰相信做善事有福报 让他的国贴生意很好 他计划明年要带孩子一起去爱物国界 这次去感触蛮多的 可以带小孩子去体验一下 这样 就他们约定说明年带你们去好不好 他们都很高兴 一个地球不同世界 一天二十元一个月六百 撒下善的种子 让活在贫困的孩子得以顺利成长 任养人都是非常平凡的小人物 却有着满满的爱心 也都是台湾之光 好 大家看了一定很感动 这些就像台湾有这么多的陈述局 他们愿意每一个月 小小的捐款就能够持续的 帮助一个孩子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们至善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任养人 这样的陈述局 哇 我们海外的计划 这一点一滴 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台湾这样子的捐款 那目前整个计划 应该有五千多个这样的捐款 任养人五千多位 真的是很感人 这之兵就有两位了 所以我问一下那个吴先生 你刚刚在镜头里面 我们看到你带女儿 特别到越南去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带她去 因为其实我五年前去的时候 就想说小孩子大了 我要带她过来 那小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说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会有一些激荡 他一定会埋下一个种子 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会让他看一些图片 去比较不一样 或者是观察 文化的不一样 对 或者是观察一个图片里头 他去找一些东西 那透过观察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那这次特别带她 因为这次的那个行程 又是有一个主题 叫亲子公益 那说是公益 其实不如说是私利 我希望她可以 透过这样的观察 她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甚至她可以开始去 学着去关怀 一些比较弱势的人事物 是 所以你女儿回来以后 跟你分享她看到什么 她看到了 比如说在台湾 比较早期的农村社会 像都市的小孩是看不到的 像比如说看到鸡丫狗 就在家里头这样子 进进出出 或者是牛 你都可以摸得到 那我们到一个 幼教中心那边的厨房 还是用柴火在烧的 他也很好奇的去拨一拨 这种生活的体验 还有文化的差异 那对她未来的学习 或者是她的气度 我相信应该是会有不同的 孟如 你这次也有到越南去 那这一趟是你第一次跨上越南 你捐款十年 第一次到越南去看 那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真的是 几十年前的台湾 至少他们带我们去的是 非常深入的 不是观光的行程 就深入到他们怎么样做 做到 这是为什么他们花的钱少 可是他们真的是用在岛口上 真的用到他们的心里面去了 这样子 像我自己的小孩 你任养的小孩 对 好帅 你任养几位 我任养 来报告给我们看一下 对 可以take一下 越南小孩 大概很少长这么帅的 因为他们就是 干巴巴 瘦瘦的 但是再看一下这一张 最小的就是我任养的小孩 你要看他其实已经14岁了 哇 这么小 只有27公斤 因为真的营养不良 那么他的妈妈有告诉我 因为他怀孕的时候 营养不好 所以这小孩子就一直长不大 他只有135公分 14岁 27公斤 我真的很难过 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如果回来之后 有一些什么营养品 或者是说能够让他们 应该还可以长 然后就能够请制衫协会 帮我寄过去 所以你亲眼看到你任养的孩子 对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我们 十年来他第一次看到我们 所以这样的会面 对你有没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怎么说 就是平常他们会寄照片给我们 可是我们看不到 也没办法跟他们讲话 但是透过翻译 我真的看到一个非常坚强的母亲 我的小孩子没有 这个小孩子没有爸爸 这样的小孩子 应该很早就被放弃到 田里梅子种田 他妈妈告诉我们说 他唯一就是在怎么苦 他只有一亩田 家里只有两盏灯 大概也没有电视 然后就是要种田 他妈妈也大概不到40公斤 我看到他 就是非常辛苦的生活 非常坚强的母亲 从来不放弃 要让他的小孩子 接受教育脱贫 其实教育真的可以协助脱贫 不过我们想问一下 甘老师 你们安排这一趟旅程 让所有的 就是一些任养人 总共有20几位 这样一行浩浩荡荡 然后去跟他们的任养孩子 真的去看你们所做的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 我想很多东西 都是要这个什么呢 大家一起来 所以这个什么呢 我们做 就让任养人呢 就是真的让他透明化 是啊 而且任养人可以真正的 有血有肉的去接触到 互相见面 这个实体的东西跟那个什么呢 只有一个虚拟的 或者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爱有时候也很虚空一样的 这个完全不一样 这一趟走下来 我真的说任养人也给我很大的感动 这么说 因为他们 他们真的是 他们去了以后 都说回来要加码 都说要帮我们做宣传 然后要拿更多任养人进来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走到今天 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至善现在每一年 大概能够募到一千五百万 然后去任养当地的孩子 大概有三四千位的小孩 然后任养人也大概有五千位 所以你们这样一脚步一脚印 真的就是这样一直走过来 那我想请教 就是说你们这样经营这些任养人 其实有没有人问过你们说 你为什么不任养台湾的 你为什么要去任养国外的 刚刚那个五千多位里面 有一部分是在帮忙台湾的 然后刚刚在海外的 大概是三千位左右 也就是任养三千位小孩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我们才能做 所以其实台湾至善有在关怀 有在帮忙 我们主要是在做原住民的部分 不过海外的部分 我觉得它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我觉得还是大家真的很有很无私的那个心 还愿意分享 然后台湾有足够的能力 然后台湾可以用爱心走到国际上面去 我觉得那是台湾最有尊严的事情 是不是 吴老师 你是已经退休的工程师了 所以你这一次亲自去 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全球就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 是 其实是 我们讲爱无国界 那在我参加他们这个自善 其实我是去了两次了 那我自己还 额外还去了两次 我对那块土地跟人民是有一些感情的 那我这一次去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资源有限 感动无限 虽然自善的资源 其实老实说并不是很充沛 他们也算公益团体里头的弱势团体 但是他们更需要我们这样子去支持他们 因为有一些团体可能他资源够了 那可是有一些团体真的在做事 他需要更多的资源 那我给他们的资源 不只是说捐款 我也会关怀他们的工作人员 然后虽然我们的制度对象 有得到他们经过组织运作 有效的传递 那工作人员也需要人员打气 所以我们这个不只是钱去 有时候给他们一个email 或者是甚至我们就飞过去 我们是很关心你们的 那这样整体的那种士气跟运作 我觉得这都远远流长 其实我听到你我很感动 因为台湾的捐款人 我们不再是做烂情的捐款人 比如说就媒体报道一个小故事 然后大家就挖全部的钱涌去 有时候这个钱对当事人是灾难 可是他们愿意细水长流 然后慢慢的捐款 然后慢慢的去了解 甚至他们关心到整个组织的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什么 捐款人也能够监督组织 所以我不晓得说你们现在做到这里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捐款人这样子 任养人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而且是你们很重要去耕耘的一部分 当然啊 其实我们在讲责性 就是NGO的责性跟透明 那当然在财务上收据什么的都要定期寄到之外 服务怎么样让人家看到 尤其像这种做海外援助 或很远的地方怎么样看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 就一定会办这样子一个体验的一个行程 让他们看到你们真正的落实 然后我也需要这样的人回来做证言 然后让大家知道 然后就希望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事情 OK 其实智山基金会不只是做到 我们刚刚讲的顺化等等地区广制 他们还做了一些少数民族 我们先来看这个影片 越南中部是越南时期南北越的交界点 曾经受到强烈的炮火攻击 位在偏僻山区的达克隆 住着少数民族云桥族 台湾人在当地设立幼爪中心 大大改善他们的教育条件 爱心在这里扎根 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欢迎我们 广制达克隆这所云桥族小学 长期接受台湾的教育资助 胡文和终于见到台湾爸爸妈妈 吴时锋 赵燕玲 一家子一起合照 小妹妹胡士乔 特别冠上任养父亲的姓 于 于佳莹代表父亲 探望这个异国妹妹 其实自我爸爸在任养的小朋友 那我是代替我爸爸过来看他 就是了解一下这边的状况 刚刚他们都说我们长得很像 吴伟诚代表任养人 向云桥族的孩子传达善的信念 希望他们自助助人 透过翻译还办有奖征达 都答对了 送份小礼物鼓励他们 收到商机经会的帮助之后 那孩童商学很正常 没有以前那样缺席 还有也有主公的学习环境 还有学习文具来服务学习方面 台湾日养人来访成为当地大事 毕竟达克隆太偏远 越南外交部和省级的官员 也一同前来 甚至动员国家电视台记者来采访 记录台湾爱心的足迹 那在达克隆有很多国际组织来这里 自助 但是其中 智商基金会是最有效率的一个 写助的单位 那很开心除了 诸学金发放之外 智商还在这里 写助 幼儿照顾中心 举办营养 午餐 还有发冬天衣服给孩童 那希望之后会继续收到 更多台湾好新人养人的赞助 到右照中心的路上 沿途田野和高脚屋 给人一种平静感 老妇人守护家屋 放牛吃草的景色似曾相似 高脚屋是当地的住屋形态 可以免除草丛树林里 蛇和一些动物的骚扰 高脚屋外观破旧 趋嫌一探 看见竹竿上挂着衣物 里面一位少妇正在生活 准备喂饭给孩子吃 这种贫困的情景 在达克隆比比结识 云桥族家庭三分之一都属赤贫 每家小孩子平均五个以上 由于住处很偏远 为了上课 孩子常常得步行一个小时以上 上午来上两三个小时 中午回家吃饭后 常常就不想上课了 于是帮他们准备营养午餐 成了住学的重要事 台湾上款帮忙建立的 向邪幼照中心有个特色 就是准备营养午餐的厨公 都是被照顾孩童的妈妈 就是说他是本来是有小朋友 留在这边用午餐 那他也是来这边是 一方面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 一方面可以是收入一点点的经费 就是他说是以前 是如果是在家的时候 是他需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 可是收入也是不稳定 厨房很客难 用竹子简单打起墙 里面只有一口大锅 烧材当染料就可以煮一大餐 填饱小朋友的胃 其实越南政府鲜少在这里投入资源 不是像国外募款 就是像国内善心人士募个 10万 20万 30万元月币 对于媒体询问 为什么不能投入更多的资源 官员回答就是经济困难 那我们管制省的公务单位 也是在为一些贫困家庭改房子 比较简单的房子 因为他们想安居在人乐业 但是因为管制省也是 目前经济的还不发达 所以条件上还是很困难 于家姐姐到越南妹妹 胡适桥的家中拜访 看起来房子虽然获得补助 但是住的环境也没有好多少 这也是越南广治省的达克隆地区 也是少数民族云桥族的市居地 他们习惯居住的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高角屋 虽然这几年来 这边的经济状况慢慢有改善 外界的资源也越来越多 但是整体来说 还是可以用家徒势必来形容 急需外界的资源 在胡适桥的小书桌抽屉里 放着一本本的课本 这是他的宝库改变未来的希望 至善基金会的越南幼儿照顾计划 今年想继续协助300个任养单位 存樸的达克隆地区 让人有三四十年前 台湾农村的亲切感 越南也正踩着 过去台湾经济发展的脚步 力争上游 但是社会照顾和孩童教育 只怕短时间内还得全靠外援 好 刚刚看到这个达克族 然后他们在那个区域的 整个少数民族的服务 特别做了营养午餐 这个就是台湾的翻版 我特别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在那边推营养午餐 然后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营养午餐是我们进入社区的 幼儿照顾中心之后 我们发现在一般平地那边的 营养不良血通比例就已经 到达百分之三十 可是在达克隆那个地方 云桥株 他们的营养不良比例 到高达百分之八十 所以我们的人就说 我们就不要盖园了 我们先让他们吃饭好了 好不好 确实 所以我们本来一年盖两个 幼儿照顾中心 目前照顾八百多个孩子 可是那现在他们就说 我们少盖一个园 那把剩下 省下来钱呢 全部去补助他们营养午餐 因为这样他一年 就可以多照顾五六百个孩子 让他们可以吃到饭 这样 那我想说这个是 越南的同事很好的心意 那可以这样子去做 我也觉得更有效 我最感动的就是说 那个厨娘就是在那边煮饭的 就是孩子的妈妈 她也有就业了 对 而且那边的妈妈 你如果 她如果在看 其实我们那天去的时候 很多的妈妈是背着柴 跟背着甘蔗送过来 因为他们讲不起学费 他们用这个来抵那个学费 所以你也会看到说 社区整个在参与这件事情 其实这非常有意义 我们看一下 其实他就是在 达克组就是在广制的地区 但他的贫户比呢 达到22.1 比他们全国原来的15.1 还要高很多 那所以深入这个地方的服务 你们有真正的困难 刚刚你们还没有谈到 真正的困难是什么 语言吧 语言障碍 因为他是少数民族 所以他必须要翻译 我们那时候要推医疗计划的时候 都还会很困难 很有趣 这是观念的问题 一个是医疗计划 有一个小朋友就抱怨说 因为我们帮他打石膏 他手断掉了 打石膏以后 他就抱怨说 我现在手不能动了 我不能去工作了 然后还有一个爸爸 他会抱怨说 为什么要让他念书 他说大学生买一包烟 跟我买一包烟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一样的钱 所以他就要突破那些家长的观念 然后还有那边传统文化的差异 然后才能够慢慢把一些现代化的一些方式 带给他们 我觉得那个是需要很多的时间 对 其实有很多要做到这种国际的服务 有很多跨文化的问题 尤其是深入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带一个强势的一个姿态去 其实有时候可能会给当地带来一些伤害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任养人 你们到了那一边 看到了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深的感受 或是你们有一些新的想法 其实因为我去了两次 那第一次回来 其实就有一些激荡了 那时候配合 最早我参与的是那个 当时有个黑板计划 那黑板计划因为它是可以加汇到全班的同学 就是全班的同学 那回来以后 学会后来告诉我说 现在这个计划 黑板计划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然后想说 那就是继续认养 那有一个改变后来 我也在想说 怎么样让 一样是 我们的资源不是被耗用掉的 可能这个钱去补贴它 就没有了 那怎么可以把它建设起来 比如说他们当地有发展组织 协会跟基金会 后来有发展组织 那时候在想说 是不是来推那个阅读计划 那我就 后来我跟秘书长那时候谈过 他说他们也正有这个想法 没想到 后来两年 他就开发结果了 那这一次我特别去看 他们有这么一个 设立一个爱心图书馆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爱心图书馆是不是带给孩子很大的一个不同 对我看到他们就是有那个比较强的学习欲望 因为我们上次去是捐课本给小朋友 他们连课本都没有 甚至是一代传一代 或者好几个人用一本 所以你们捐钱 然后买当地的课本给他们 透过协会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做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书 其实它是一诗可以传承的 而且更多人可以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跟硬体的提升 所以我还是问一下 刚才老师 我看到你们在那边是从教育的策略开始着手 那我很想请教 就是说也给国内的NGO一些参考 就是当我们去做国际的一些服务的时候 什么样的策略才能够真正的生根 这个我想还是由执行长来说比较好一点 是是是 来执行长你来说好了 他太客气了 应该是我的了解 或是山安师傅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只有你很深度的倾听 当你充分了解的时候 你会进入一个 你就会主动想要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是那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希望那知善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在服务里面去寻找服务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就有一个最好的solution 或是最有智慧的解决方案 真的没有 我们只能说我们现在做这样 然后今年再检讨 我们再改善 然后再去寻找 然后再来往下走 这样我觉得只是那个精神 哇 请听 然后才能够完全的达到他们所做的说最有效率 而且达到当地的最重要的需求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回来 这次去感触蛮多的 可以带小孩子去体验一下这样 然后就他们约定说 那明年带你们去好不好 他们会很高兴 最值得信赖的优质新闻 守护环境 教育人权 掌握全球脉动 多年以来 我们始终坚持专业与公共价值 因为我们相信 由我们的努力 跟您的支持 才是公式新闻进步的动力 不便的坚持 全新的风貌 5月16号起 明晚8点 请锁定13频道 公式晚间新闻 超级保姆 乔普斯特 运用15年以上的育儿经验 是调皮孩子的克星 你是武士啊 面对小孩哭闹 才会不知所措吗 小孩子晚上不睡觉 会让你抓狂了吗 看来这种情况 我得亲自出马 新手爸妈千万不能错过 我宁愿煮饭或做其他事 我也不要管教小孩 周日上午11点 超级保姆 政府删读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正案 未来乘车 前后座都要吸安全带 车祸的部分 九成以上都是跟 驾驶的行为有关系 所以希望在驾驶的行为上面 做一些安全上面的导证之后 对于车上的小孩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课程里面 教导说 今天如果有乘载小朋友的时候 在后座的安全带的细法 或是说怎么样去做一个 法令上面的宣导 据统计 安全驾驶可以降低 三分之一的交通事故 台湾深层的汽车驾驶是女性 她们要接送小孩 或开车上班 参与女性安全驾驶体验营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让小朋友坐得安心 让全家人放心 欢迎回来NGO观点 今天我们谈到整个国际的一些援助 或者是计划 如何在当地深刻 而且又是最贴切 他们的需要 其实刚刚 智山基金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请听 所以我还是回到你身上 你刚刚讲请听 然后摸石头过河 然后一步一步改善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 我也想请教 就是说你有没有看到 还有更多地区的需要 需求无尽真的是做不完 对 那其实在国际援助里面 它基本上有不同的项目 那智山做的是属于 长期发展的这一个项目 那跟现在我们比较常接到 因为紧急救援 然后那灾后重建 然后再到长期发展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会有不同的做法跟反应 不过那如果以长期发展来说 我就觉得 你就必须要很细腻 然后要很深入 这样 那个才有办法做到 所以细腻跟深入 尤其是要找到当地的需求 这个真的不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身为一个 异文化到当地去 所以是不是也一定要 有一个引路人 这一定啊 对 一个是你要看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去那边好像又 一下就要做他的教育部长了 一下又要做他的什么 劳动厅长 因为你好像用一个很大的观点 在思考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去设计 可是虽然我们在做方案规划 可是你一定要做评估 然后还有智山 现在在工作上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会做实验计划 我们不是说想好就去做 或是看到需求就开展 我们会先做一个小的 拍了这样子 然后可能范围比较小 然后这个实验 觉得OK了 没有问题了 我们才大量的推动 那大量推动是我们才 张老师 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 整个国际的一个援助 其实你们的基金会 真的是可以给很多的组织来学习 但是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爱心 像我捐大量的钱 一次的灾难就过去了 像这样的一个捐款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真的是 像我们自我勉励 就实实在在地做事 所以说作为捐款人 和救济对象中间的桥梁 你真的是要去实际地去深入去想 所以说大家都很诟病说这个钱 是不是不能够真正花在刀口上 所以我们自尚协会最值得骄傲的呢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 教育 环境 健康 医疗 经济 更专注的对话 更多元的议题 专业人士的精彩论述 各行各业的公共论台 让影响力取代收视率 有话好说取代各说各话 周一到周四 晚间七点 有话好说 全新改版 公式假日电影院巡回影展又来咯 5月25号在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 播映影片回声 山中的祖林 好想起资人的回声 并邀请到赵正平导演 以及女主角宝咔咔 到场观众面对面座谈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公式美人笔 以及环保贷两项赠品 不要错过哦 详情请上公式网站 或播02-2633-2000转9 公式表演厅西维亚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重新演绎经典芭蕾舞剧 透过舞蹈纯粹的丽与美 和送爱琪的伟大 5月21周六晚上11点 1月18日